在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,贵州省碧杰市前夕县82岁退休老教师聂明贤提前一天将家人召集到一起过节。 从聂明贤这一辈开始算起,加上他的子女孙辈,他家一家三代共出了十个教师,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教育世家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,聂明贤成为了前夕县甘谈症的一名教师。 四十多年的时间里,他通过不断教学启蒙,送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山里娃。 在此期间,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山里娃竹梦,在他的怠动下,妻子成为了一名代课教师,而他的五个孩子中,有三个也同样选择了教师职业。 四十多年来,我总认为当教师是管理人,因为那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聂工工程师,所以我做了这一份工作很好。 我都要求过的子女甚至从事教育生理,当然他们有的也不愿意,不愿意做工作。 通过做工作以后,愿意的读教师,不愿意的干蒙其他子女。 聂明贤的小女儿聂静,是当地甘堂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。 她的二哥以及三嫂也在此任教,她的三哥则是在甘堂镇的另外一所村小任教。 虽然学校不同,但是几兄妹都选择坚守家乡,在乡村教育的岗位上奉献。 爸爸那个时候就常常对我们说,作为年轻的一代,要把自己更多的这种娱乐,这种经历,放在家乡的这种教育事业上。 尤其在那种年代,就是教育比较落后的时候,所以我们几姐妹就听从了父亲的这种教导,所以就走上了这教育之路。 在父亲的他们的几兄弟里面,他是最先走出来的,所以他就尝到了这种农村的孩子,用知识来改变命运的这种甜头吧。 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地叫我们几姐妹,就是带头起来,然后把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得更好。 受到家中教育氛围的影响,到了第三代,聂明贤的孙子聂龙也选择当一名教师,而他的两个孙媳妇也同为教师。 三人现在在毕杰市第二实验高中教书。聂龙告诉记者,如今家里的教师多了,每次聚会讨论教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环节。 我爷爷辈的教理是小学嘛,我父亲辈也是小学的,我们这一辈的话有三个老师,三个都是教高中,虽说是小学高中,但是还是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 一谈到教育,然后我们这个大家今天就偷偷不绝了,从到一辈的,最老的我爷爷那一辈,我爸爸们父亲这一辈,还有我们这一辈,都有很多话题在讨论。 自己也是教师,所以加入了这样的教师的一个家庭之后呢,觉得自己比较开心,自己虽然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吧,但家里边有那么多在教育上面付出真心,然后呢,也付出了青春的那么多的老一辈的人,然后呢,自己也深受感染,挺亲密的,很幸福的感觉,因为既是战友,然后呢,又是家人。 年轻一辈的家住,使得聂明贤的教育大家庭增添了新活力,虽然所处年代的教育,教学观念不同,但是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目标,通过教育带领更多的山里娃走出大山。 把孩子从乡村送到这个县城,那么我们又从县城把孩子们送到外面城市的去,更好的城市去,有一个更好的发展,我想这就是教育的传承,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使命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